在二战结束以后 很多国家进入了经济恢复时期 由于二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伤害 所以二战后世界都在反对打仗 也就说进入了所谓的冷战时期 不过在二战时期还是有一些小战争的 比如说越南战争 当时的越南其实处于战后的恢复时代 但是还没有恢复好 又打起了越南战争 这一打就是20年 而美国也是插手了这场战争 美国在1961年的加入到了这场战争里面 1973年由于被打败才退出战争 前前后后的累计参战人数高达65万人 今天就讲一下美军在越南战争里的一些趣事 当时的美国国内可谓是集体反抗战争 因为战争是他们的事 生活变得糟糕 国内的群众都在抗议 而且当时离二战结束没多久 再让他们跑去参加另一场战争 对他们来说简直是要是他们的命 而且美国大兵大家也都知道 有时候很小情 不能吃苦 所以当他们刚到越南的时候 每个人都不想打仗 无精打采的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 当时的美国军官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给这些美国大兵找一些女友 这样的话 这些大兵们就打起了精神 而不知道为什么美国军官在散发了美国大兵找女友这个消息以后 很多越南的年轻女子主动投入了美军的怀抱中去 而且当时的越南政府也是非常的封建 只在乎自己的统治 才不会管这些越南女子的事情 而且他们还送出了大量的美女来取悦美军 这些美军在有了女友以后 一个个的都精神饱满 而时间长了 美军基地竟然成为了美军的荒淫之地 虽然这些美军得到了满足 但是战争还是输掉了 美军在撤离回国的时候就有一件很纠结的事情 就是美军早已与这些越南女子生活在了一起 而且很多都成立了家庭 而且还有了孩子 但是他们是肯定不能跟着一起撤离的 所以说美军的这里撤离可以说是让很多家庭从此破裂 一时间美国的街头上全是越南年轻女子和小孩子的哭泣声 据当时的统计 越南的混血儿竟然高达五万人 其实这件事情对美军来说倒不是什么大事情 他们回国后还可以娶妻生子 但是越南的这些年轻女子可就倒了霉 成为了被唾弃被打击的对象 受到了越南社会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不过那些美国大兵并没有忘恩负义 他们回国以后 有些人选择把他们偷偷运到美国去 但是这类人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大多数的美国人回国以后就忘记了这件事 不过时间长了 当这一批美国大兵开始慢慢老去的时候 就越发的对这些私生子开始想念 为此很多人在离开了越南长达三十年以后 又开始去寻找那些自己的私生子 而且不惜用大量的金钱来赎回他们 但是这些美国士兵依然觉着很值得 因为这些女人曾经在他们打仗时陪伴着他们 可以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带给了他们无限的欢乐